外国人在台湾 例子不少 今天我们找到了三位 他们都很奇特 他们可能因为一些很偶然的或意外来到台湾 但他们在台湾发展自己的人生跟事业 绝对会让你非常惊讶 我喜欢看牛肉面店 牛肉面店 目前我的专业工作是主持人 你跟很多歌手也合作过 对 台湾给我很多礼物 我得奖金银奖 入味金银奖 你很 famous 很多人进来 很多人进来看菜单 然后我从那边煮面的时候 看到沟通 他就投着散 就这样 一个外国人 真的很像台湾人做的 对 这个非常重要 我过来就好像绝对第一名 非常道地的味道 怕不怕地拒绝 我怕不怕地相约 非常好 台湾真的算一个很公平的一个国家 对 这个国家的发展 是超厉害 那么好 每一个地方有好坏 对 我们不要去一直看到坏 我们就要看到好 可能我们台湾人自己要爱台湾吗 所以我们今天跟你们录的节目 大概每个礼拜我们都要重播一次 没问题 Keep reminding me 在大元食堂 不止有好菜 更有好故事 我们今天这边不知道 是应该以哪一个国家的习俗为准 你知道吗 你看我们今天 我台湾人 阿根廷人 对 伊朗 菲律宾 对 但现在 你们都是我们的台湾的 也是台湾的居民 也是台湾的朋友 也是台湾的客人 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地请到了三位 来自不同的生长地点 群聚人 我们有四道 我想这个是台湾菜 对 来 鸡肉 对 鸡肉 好 所以那我就从Jane开始好了 Jane 他们两位男士先吃 告诉我 你是现在做的工作是什么 我是英文老师 可是因为我 2012年又怀孕了 那我自己 还有我的先生自己决定 我就停了工作 你也是嫁给台湾先生 是 OK 目前我的专业工作就是主持人 主持人 主持什么 我有两个部分 我是有自己的网路上的 自己做节目 然后另外就是都在帮忙一些台湾节目 就是在外面的 还有菲律宾的节目都在主持人 好像YouTuber那种 对 今天的题目呢就是 你不知道的菲律宾帅个模特 耶 欢迎 现在很多那种YouTuber 所以你是网路明星 对 其实我知道你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是搭起了一个在网路上的一个平台 是的 你帮助我们跟菲律宾人在台湾的很多移工啊 或者是台湾在台湾的工作的人 做一个桥梁是不是 所以我的那个平台的名字就是Fill Thai Fill就是菲律宾的Philippines and Thai就是台湾的Tai 那这个代表就是一个桥 把菲律宾跟台湾人的文化合起来 因为我知道很多舞会 还有比较没有听过的一些文化 所以我觉得 我们最近看到了 我们有一位政治人物讲了什么玛利亚的事情 是的 玛利亚这个字也 我想就是是不是我们台湾人经常脱口而出 其实忘了那是一个冒犯的 其实我也有很多一些事情来 而且还有老师已经有问我很多问题 就是追过玛利亚这个部分 那我可能会说玛利亚第一个就是很美的名字 美的 对 对 第二个就是可能我们的印象的玛利亚是那样子 可是可能身在电视上看到我就是有不赢的玛利亚 OK 这样说的 所以我也相信我们台湾人很多人讲的 其实并不是在侮辱的意思 没有那个用意 只是不了解 对 所以经常是这样子 所以那好那你就可以专心吃这个鸡肉了 对 吃吃看 因为很期待 等一下还有更多好 所以我不知道你现在台湾做的是一个沟通的桥梁的工作 是 那蛮不错的 来多久了 我已经来12年了 12年了 OK 大为 大为你来台湾多久了 我已经20几年 1995 1995来的 1995年 你现在在台湾做什么 我先开牛肉面店 牛肉面店 牛肉面店 你当初25年前来台湾就是为了开牛肉面店来台湾 没有 这个很长一个故事 20几年的一个故事 好 那先从现在 这个牛肉面店有多久了 已经十年了 四年了 十 十年的牛肉面店 那你还是 我后来看到你还有得过奖你们的店 台北牛肉面节的比赛 第一次参加的是2009 因为2008来不及 等一下在录制的过程 这个节目中 能不能有机会吃到你的牛肉面 有 我已经准备了 你的牛肉从哪里来 澳洲 澳洲牛肉 你要挑吗 阿根廷 阿根廷的肉 牵着不尽啊 对 我们的 没有 那我有提外话 台湾人是牛肉 最熟悉的美国牛肉 美国牛肉 澳洲牛肉 当然很多人说贵的是日本牛肉 阿根廷牛肉也有人 现在阿根廷牛肉起来比较 这四个国家牛肉最好的是哪一个 我觉得 一定会出耳根廷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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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过 那个四个国家的牛肉 然后我觉得 什么 OK 我喜欢烤肉 以前 我现在不吃那么多肉 什么烤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OK 我觉得 那个 瓦牛 那个日本的 然后那个阿根廷 OK 是比较好 他们比较好 对 可是他们还 我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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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 我觉得比较好 其实我们品质来讲 真的是美国的顶级是最高 肉中嫩 你说日本的没错 日本的某一些部分真的在 可是不可能说整个牛 对 反正美国的牛再来澳洲 再来纽西兰 再来日本 再来一直下来 阿根廷对不起 我去擦过了 因为我做牛肉面 已经很多肉上来给我们 包括那个牛骨 尼卡拉瓜 巴拿马 那些都有 在台湾也有 可是阿根廷 他们进的不多 在台湾 进的不多 进的不多 可是很奇妙 因为其实每次 我介绍台湾的文化 我都会跟我的 菲律宾朋友说 你没有来过台湾 如果你没有吃到台湾的牛肉面 结果现在你们都说 都是国外来的 那这样没有 可是等一下 牛肉面是台湾的事情 牛肉是从哪里来 是别的问题 那我不能这样 每一个国家 我们现在说有牛肉面 可是做饭都不一样 牛肉不是红的 主意不是亲你们 三位来台牛肉面 什么样的牛肉 最适合做台湾牛肉面 如果真的 台湾的环牛最多的 有多的时候 台湾的环牛肉最好 为什么 因为它是新鲜煞 新鲜松 都不仅功能动 可是现在是 我们真的 环牛不多 那么多 不要讲到牛肉面 其他的 因为它是 应该我们讲 在台湾 杀牛是一个礼拜 十天 三天修 四天杀 不同的 所以假设 我叫的肉 如果有的时候 我会叫那个 最新鲜 热热的 你摸那个肉都热热的 不温的 那个哪去做的 包括 不要说什么 但是量太少 太少 因为太多价了 所以 那第二个选择呢 美国 你为什么不用美国呢 因为一开始 前几年 不是讲到 美国牛的问题 包括卫生局 拿过来 铁一个东西 在我的门 扫面 我没有在做牛 那个牛 美国牛 所以我们是用 澳洲牛 我们有证明 每一次都有证明 所以我们用到澳洲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他们讲的 是那一战 可是那时候就讲到 所有的美国牛 那你要不要现在 再换成美国牛呢 现在美国 如果可以的时候 我 再可以换 可是 我不能换 那现在 因为我客人的 已经习惯了 我换肉 我的客人都真的 行 不能 你怎么会来台湾 开牛肉面店的 我其实我来背包客 你是个背包客 我是 我们现在讲的是 二十多年前的是吧 背包客 你的第一站是到台湾来的 没有没有没有 你在世界各地跑 我因为以前是伊朗的选手 楼道选手 楼道选手 Got it 所以我们这是那时候是 训练 就是一起比赛的事情 到淡兵 我的淡兵也是一样楼道的 去淡兵两年 就是练习两年淡兵 然后在伊朗你没有淡兵 什么都没有 包括护照也不会给你 男生一定要当年两年 所以我拿到结束的时候 我的那个卡已经有了 结束的卡 拿去帮护照 马上就出国 第一家我去的是塞尔普斯 塞尔普斯 就是一个半小时 地上排了一个岛 然后我去那边是 白天坐鞋子 往上交楼道 所以你是 以楼道来 到哪里 各地旅游 对 那台湾这一站是怎么会 你怎么会来的 有的跟我 我那时候在土耳其 土耳其 然后我一个 要不要去台湾 我那时候就是 就是一个包包而已嘛 就是心理箱子 背着就走 我说好 我们去办签证 就拿到 就飞到这边来 因为那时候 我们知道是那个 tap recorder 不然就tap 就写made in 台湾 可是从来没有去看 地图 找没有台湾在哪里 所以你就让人来了 那时候就马上去办签证 把它飞到这边来 第一个我还记得 从机场坐巴士嘛 到那个台北火车上 然后我真的跟那个朋友 绕了半个小时 找一个饭店 住了两天再去住 所以第一次来台湾是多久以前了 二十几年 就二十几年了 好 那我们的故事先填一下 否则的话 我们要接下来到马丁的故事了 台湾给我很多 怎么讲礼物 我得奖金银奖 入味金银奖 因为有很多门打开 我用这个机会教课免费 我的女儿好喜欢谈恳情 真的 真的 其实她现在都在学 真的好贵 可是一开始她自己学 你找到一个免费的不用担心 对 等一下记得 联络联光 当然 那我们的故事先填一下 否则的话 我们要接下来到马丁的故事了 马丁是阿根廷 我了解 你不是到亚洲来的第一站 不是来台湾的 我来台湾因为我认识一个 声音儿吗 还是制作人 制作人 杜惠元老师 他写那首歌 听嗨 听嗨哭哭的人 那个阿妹的歌 对 然后曹哥 我知道 对 一些编曲 一些歌 然后做一个专辑 我不知道曹哥是谁 我不知道台湾 什么样 可是 跟他一样 我年轻的时候 OK 做 哪里都可以去 对 比较 跟这个工作比较好 很想 比较好玩 所以你又来了 2011年来了 2011 对 6月 可是 因为我们是南美洲 然后 拘留者 比较不容易 所以我们 需要去阿根廷 等一下 大概6个月 然后 2011 12月 我们回来 开始工作 你还跑到阿根廷 再回回去半年 所以从北京来台湾 从台湾去阿根廷 这个飞烫了多久 阿根廷飞来台湾 对 36个小时 因为转机有关系吧 台湾在这里 然后阿根廷在这里 对 所以也没办法 你去美国 然后下来 或是你去欧洲 然后下来 都很远 阿根廷在台湾 我们的 朋友比较 不是那么 像亚洲其他国家 来往那么多 对 但你这 一下你就在台湾 呆了这六七年下来了 对 你跟很多歌手 也合作过 对 然后最棒的是 你的太太 到台湾来流血 对 如果她不跟 她也是阿根廷人 如果我们 所以 如果她不在这里 我不会在这里 我自己一个人 我觉得不会 对 所以我在这里 是因为她 因为她 就因为你跟太太结婚了 对 如果没有太太 你今天可能不见得 会留在台湾了 对 那我要先问 她为什么那么喜欢台湾 因为我们在很多国家 然后她最喜欢住在这里 所以因为她喜欢住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我也喜欢台湾 对 可是 可是 我最重要是让她 因为喜欢她 所以这是个poss 对 南美就是很 怎么讲 暴力 台湾人没有这个感觉 所以生活 便比较 舒服 比较舒服 对 如果你才开车 你搭 或是什么 你有个问题 才南美走 大家马上会升级 这里 不是这样子 所以 我 我觉得 台湾人比较peaceful 比较可以联络 这是非常重要 那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当然你现在 你是happily married OK 你到时候有追过台湾女孩子吗 你 这个地方会剪掉 没关系你讲 没关系 会剪掉 真的 我听不懂 你为什么不要讲话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真的 那个 线会短调 这个完全听不懂 那个大哥 问好 那我 我 我剪掉 我剪掉 没关系 你剪掉 好 所以 一点复杂 对 复杂 你有几个 没有 都没有 所有外国人 我认识说 台湾的女生 是在亚洲最漂亮 他们觉得 OK 因为有婚 很多婚鞋 就这样 可是 然后 当然 我结婚 所以 我都 没有 没有 没办法 没有 我不知道 突然什么都不知道 突然 不懂 我要加强一下 因为 他看看那个Martin 刚刚有说过了 让他们留下来 这里 因为非常没有压力 其实 我的英文老师 在这里 已经五年多了 然后 包括那个 网络上教英文 我很多 跟那个西方的 老师们 他们就是 回答你一个 而已 重点就是 台湾真的很方便 真的 就是 7-11 很像我们的 国际的 Agency 就是全部都是在 7-11 就可以解决问题 所以 台湾的友善 方便 还有这种 我们的 大家的个性 比较平和 吸引人的地方 但是 所以你现在做的 Music工作 你现在做的最主要 现在就是自己表演吗 还是你有 你的教育 还是什么 有机会表演 跟很多 台湾的艺人 然后 tour worldwide 然后 sorry 我发 我发 我自己的装机 才 两张 第一张 第二张 装机 台湾给我很多 怎么讲 礼物 我得奖 那个金银匠 对 金银匠 对 然后我 入味金鞠匠 对 God you are famous 所以这个开我很多门 所以 因为 有很多门 大概 我用这个机会 教科免费 什么样免费吧 你现在就是 台湾的 entertainer 可以来找你 还是台湾的 每一个人 想学音乐 对 我只有 只要一个时间 努力 对 我给你工作 你去联系 什么 那个是 最重要 我的女儿 好喜欢弹钢琴 真的 真的 其实她现在都在学 真的好贵 可是 她积极学 你找到一个免费的 不用担心 等一下记得 连络连络 当然 当然 Marlin 你当然会特别把你在 南美洲的这个艺术带来吧 对 你的Performance 跟我们看到普通的钢琴 比较强调南美洲的表演 大概哪一类表演 你是最擅长的 风歌是一个名词 在音乐 聊天音乐的事情 比较不容易 我觉得 我们可以说 我 我往 拉丁去也是差不多 但是我 Dango Dango 我也表演会表演 D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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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你就是把这个 南美洲的流行音乐文化 带到台湾来 好 台湾人的 我们的Learning ability怎么样 在这方面的 这 我不知道有人说 某种的音乐 需要一种民族的rhythm 对 我不好意思 我们台湾怎么样 好 等一下 这是非常重要 这是真的非常重要 这真的非常重要 那个 会有人讲那个 节奏 什么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 因为 不是 写没有音乐 不是 你身材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往 不是 是因为我从小时候 听过这个音乐 所以我可以做 如果 如果 一个 亚洲 什么 哪里的人 听这个音乐 只要他听得够久 够早 他都会 对 他可以 他 对 没有 写 皮肤没有音乐 那有没有age的问题 像我这个年龄可以吗 No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OK 你的想法 你的方向 如果你要是一个 专业的乐手 当然你开始你有三十四十岁 比较 没有那么容易 可是如果你想要 玩音乐 你有八十岁也可以开始 真的 不是 是真的 真的 然后你 如果你一个老师 会了解 什么 什么 因为教一个八十岁的人 跟一个十岁的人 或是一个十二岁 或是十五岁 都不一样 最重要是 如果你爱音乐 You know 然后你知道你爱什么音乐 你知道你爱什么 这是别 什么都比较容易 台湾语句话就是一直讲的 就是有梦最美 对不对 对 梦和爱 对 感情 所以你为什么 你会想去开牛肉面店吗 这个神经 很难 所以我们要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就要尝尝 我们这个阮先生所带来的 特别牛肉面 我2009去比赛 第三名是转大会 我儿子在那边很开心那种 很多人进来看菜单 然后我从那边煮面的时候 看到沟通 他就投着伞 就这样 一个外国人 真的很像台湾人做的牛肉面 对 这也是非常重要 真的 好像 绝对不像一个伊朗人烧出的牛肉面 非常道歉的味道 大鱼食堂第一次 增加了一个新的菜单 牛肉面 我们真的从来没有在前面吃过牛肉面 但今天我们总算知道 来 请问我们的美丽的小厨 我们的巧云 巧云想吃牛肉面 对 真的是牛肉面 货真价实的牛肉 这牛肉面 帮我记得一下 是我们在座哪一位来宾提供的 是阮大鱼先生提供的 特别带来 让我们把它准备 加热 好 我们要尝尝看 你刚刚偷尝了没有 我刚刚在后面做一下食品管理 所以我就用我嘴巴尝过 他已经尝尝了吧 你 那碗你拿走了吧 拿走了 对 你讲到我怎么吃 对 食品管理 就是品管 不是食品管理 来 货真价实的大维牛肉面 你先 你先 好 来来来 我先讲我们 Marlene先 抱歉的不是阿根底牛肉 没关系 别介意 来来 请 谢谢 好 来吧 你觉得 好 台湾的老板都会宣传就是 我的 Why my Vivnodos is the best 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的这 先吃一口 我才跟你讲 好 我先吃一口 吃面还是吃肉 对 三个多 肉 面 跟汤一起 这味道很好 刚刚端出来的温度差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无可挑剔 这个完全不像一个伊朗人烧出的牛肉面 当然我也不知道伊朗人烧出的 但是我知道就是非常道理的味道 我真的一直吃牛肉面 你有喝过西餐的那个汤吗 有 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做的汤 然后你有吃过一般 我们就讲一般传统 我是不是传统牛肉面 一般传统的牛肉面的汤 喝过 有 有 你感觉 就是也是 咸咸 然后也是 有时候 辣椒一点 对不对 这个就是 浓一点 我弄得比较浓 因为 要熬汤 再来我加的我们那个 波士香料 最主要是这一块 我们炖的时候 就会加那个 这个味道 就是 你特殊的家乡味 对 它 那他们在你家乡那个香料用来是做什么 也是跟食物走还是 在伊朗有面吗 有喉嚨吗 有 我们有喉嚨 可是不是那种 你说的这种 我们 不是这种 汤的面 那个老板 这个会有大的那个面吗 你说大碗的吗 不是 那个比较大的 出面 没有 因为我 你先吃这个面的时候 因为我很讨厌吃那种 腰的时候 就腰到面粉的味道 这个面 差不多三分钟以内 它会洗那个汤进去 所以你吃面的时候 有那个汤的香气在面里面 所以你觉得你的面 你的面 你觉得最 proud of 是什么 who you mean 全部吗 这一碗牛肉面 对 这一碗牛肉面 proud of 我的客人吃的时候 喝光光 啪啪说 讚 好 所以你有很多 帮助者 so many ok 所以我要听客人的意见 你觉得他 那个是真的 我在台湾12年来 我真的最爱吃牛肉面 因为我的先生 他很喜欢吃牛肉面 所以我比较可以吃得到味道 那这个肉呢 我觉得真的很香 就是我们讲那个 很软 很不腻 然后 非常要搅拌 不足于烂 对 然后吃的时候 真的是你可以咬的 可是我觉得 如果去老板的店 我真的会 希望看得到那个粗的面 你喜欢吃宽面 是 不好意思 我没有粗 你就算要烂的时候 寄一袋面来 老板很有原则 今天还有一个 最重要的客户的意见 对对对 我们听Martin你的意见 我很喜欢汤 从0到10 你给他几分 然后9 9 好 我呢 我不要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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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用的奖 就是真的很像台湾人做的 牛肉面 没有关系 我们想做一件事 然后他们 我们是想说 开Post餐厅 然后后来我自己开的 他不开 然后我开的时候 我做两年 我后来发现 台湾人没有办法接受 我到底做的 伊朗餐厅 因为我要改口味 后来我就 关掉 研究一个月 研究这个一个月 研究完的时候 开始招牌改了 老外牛肉面 就开始买了 买了到10年 现在 然后 那时候是因为 牛肉面街有关系 2009去比赛 OK 我记得他们 比赛成为 60 他们总共是60家 30 30 两段时间 然后我进去 差不多给你一个位置 就是这么大 3小时 生的东西 要做到牛肉面出来 我进去的时候 大家在扛我 我是不是来很不对的场地 有一个外国人在那边 都是中国师傅 你在扛 然后 从这个六十个 要选五个出来 那五个去决赛 在那个以前 郝龙斌的时候 郝龙斌市长 在那个市政府前面 买糖 这个五名 一二三出来 然后 那个其他55个人 看你能够入围 他们一定觉得充满了 我带我的儿子那时候 我带我儿子 当我的住所 我儿子当我的住所 我现在还是 还有那个照片 我跟我儿子说 还没有 他们相公布的时候 我跟儿子说 我们走了 我们应该不可能 因为 讲到 第四个 这是我 我儿子在那边 很开心那种 然后去决赛的时候 他们到处 从第四 第五 第四 第三 第二 再这样子来 然后我觉得是 他们第一名第二名 然后后面这样子 再算下来 然后他们说 第五名 加加州是什么 加加州是什么 然后我跟我 那个朋友说话 我先走了 因为我没有选到 第三名是阮大会 其实真的是很 很开心那种时候 因为你看 我开了一年 我去的 现在十年下来 还有没有台湾人到你店里 知道你是老板 还是不敢相信 对不对 目前还是有 很多人 很多人 很多人进来 很多人进来 看菜单 然后我从那边煮面的时候 看到沟通 他就投着伞 就这样 一个外国人 就是这样 真的 就是这样 所以 你的故事在台湾 你觉得证明了什么 经历25年做了太多事情 最后一个牛肉面 是我们台湾人最 typical的一个风 教你一首 而且是 Brilliant 你表现的 这个故事带来告诉我们 就是 我的老公 我的先生 他就跟我说 其实我 我好爱台湾的东西 就是一定是 made in Taiwan 最有名的 这边的The Fierce Wife 在菲律宾罕有名就是 怕不怕被拒绝 怕不怕被相偎 然后 我 耶 好 你的故事在台湾 你觉得证明了什么 经历25年做了太多事情 最后一个牛肉面 是我们台湾人最 typical的一个风 教你一首 而且是 Brilliant 你表现的 这个故事带来告诉我们 就是 你说 你的意思 你的success 你觉得这个故事 你觉得 success 我现在有一个家庭 OK 那个是最重要的 我为了他们 不是为了我自己 现在是为了他们 我觉得是有两个儿子 在他们 一个大学 一个是还有 也不仅在台湾看牛肉面 而且是一个台湾的好爸爸 对 对 可以说 我是还算不好的爸爸 真的 我还是 所以太太也是在牛肉面店 认识啊 没有 太太是一位人 哪有可能去跟牛肉面店 等一下 没有 没有 所以我们一个外国人 这个还好 对 因为我做一些事 因为一个外国人 在那个比赛里面 竟然有得到第三名 对 可是我2011我认清冠军 不是评审选 一天做到1500小碗 这种碗 然后人家去投票 在那个华宝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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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 第一名 三次的booth 我意思是说 台湾人 给我几回 我了解 台湾人跟外国人的鼓舞是一样的 订不动 订得动 没问题 你订阅好不好 我们给你工作的机会 对 你的牛肉铭好不好 我们给你工作的机会 没有 所以我们对外国人 没有保留名额 对 我觉得我明白 所以 其实还是因为 你没有一局 参加比赛的原因 没有 我觉得 台湾人很公平 对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马丁讲的是 兴趣的问题 公平 公平 我吃东西我都兴趣 我 现在做牛肉面 十年 十年我每天要吃肉 我的单顾身好高 我去诊查 什么都没有 都是单顾身比我太高了 你现在有台湾的师傅在帮你吗 没有 就还是你一个人 台湾师傅本来是有了 OK 后来就是觉得 寄来工作 有人要找你开一个 Chain Store吗 有很多 那你将来会做 有一个是还在讨论中 真的 他不是在台湾要开 商业秘密 他在别的地方要开 你可不可能回到你的家乡 伊朗 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 我有回去伊朗 我有回去伊朗 可是 我回去的时候 我迷路了 你也不认识了 不认识 我打电话 我个人说 你要不要过来载我 然后第二个 我以前的消费事 跟闲的消费事都不一样 我上去去 跟几次吵架 我说 怎么那么贵 因为我以前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 所以这样子 你说回去 我可以在那边讲 我真的是很难相信 你在卖我们的牛肉 我要补充一下马亭说的话 其实 台湾真的 算一个很公平的一个国家 其实 不是只有你们西方有机会 他们也给我们 菲律宾人还有亚洲的人有机会 我倒觉得台湾人其实对外国人 还 有时候我们会甚至有点小小的嫉妒 我们对外国人其实蛮友好的 大部分人对外国人是友好的 像台湾人会哭了 这样说 没有没有 我觉得 就是刚刚帮人讲 我蛮友善的 对真的 不希望去让别人感觉 他们比我友善 所以你来台湾教书 或者你感受很多 可是为什么你后来会去想做这个 帮助做一个桥梁 你看到很多的 miss understanding yes 就是那样 因为大家会觉得台湾人不好 他们就会这样说 怎么会你的同胞 会觉得我们不好 他们两位都是讲了好故事 对 他们谁说 让我解释 他们谁说 他们什么故事会说 不同的人不懂 所以我一开始真的觉得 因为其实他们是西方 还有不一样的国家 那如果是在东南亚感受 真的是不太一样 会不会是因为很多菲律宾人 我必须讲 他们早期来台湾 大家从事是比较家庭 工作不一样 忙庸啊 或者说是劳务的工作 是的 这个造成了一些大家的误解 对不对 yes 所以我就一直要把这个文化 还有印象的部分加强 你现在怎么做 我怎么做 就是第一个 我做一个我的影片 都有会介绍文化 Hello everyone This is Jen from Hello Field Thai and Yunakikita Nyippo Jen And this part is the station nearest to my address Yan po yung station ng light train One of the comfort rooms or stop over here in Taiwan This is a very pampering room Room for ladies 还有我是一个 我会唱歌 一点点 那我也会跳舞 还有演戏 所以都有拍摄 可是如果大家会问我 我到底要做什么 我就要跟大哥一样 我要当一个host OK 为什么 因为我又拿着一个microphone 可以好好的介绍 菲律宾跟台湾有什么 好 还有可以帮忙到介绍 了解文化 你现在做一个one minute的介绍 给我们要不要 好OK 那 哪一个部分 可以加点声音也没有关系 好啊 OK 大家好 我是Jen from Hello Field Thai 今天呢 我就是 我是一个来评 和一个主持人的 介绍我们 两位帅哥的来评 一个就是一个牛肉面 就是菲律宾最喜欢吃牛肉 真的 真的 可是我们是牛肉的 有用那个水滚的 可是因为我是菲律宾 我也爱上台湾的牛肉面 那吃的东西真的 台湾跟菲律宾有很像 所以我们大家如果要煮东西的话 我们就会想到 像我 我会想到我的家常在菲律宾 然后因为菲律宾也喜欢这些肉 所以我们文化真的有很像 还有你们说的米刷 我们也讲的米刷 你们讲的乌冬 我们讲乌冬 还有很多很多的很像的 书包啊 也一样 鲁鱼也很像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我们的 菲律宾跟台湾朋友们都不认识的 所以其实不是因为来工作 他们就不知道不了解台湾的字 讲到这边你就可以唱一首歌了 哦 我要唱 好 第一个就是最有名的 这边的The Fierce Wife 在菲律宾罕有名就是 怕不怕被拒绝 怕不怕被伤瑞 你怕不怕被沦落在生命中妥协 然后 耶 欧喜欧喜他的牛肉面有帮助 可是 对 这靠牛肉面唱得更棒 可是我觉得 你们三位来 其实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你们都非常有Talent 谢谢 你们靠你们的Talent 在台湾告诉了我们 你们可以Prove everything is possible here 然后我觉得还有你们 就是你们的Soul Hour 让台湾人很容易跟你交朋友 所以在台湾你们 你们有觉得我们 还有什么可以更快的跟外国人交朋友 我们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你觉得台湾人在交朋友这方面 给你感觉 我们是很friendly 但是很容易重回朋友 我讲到我从我店里开始 我很多老客人是来我那边 来砍我 不是来吃牛肉面 他讲我来砍你 我们真的是讲话是跟朋友一样 他还有我前天有一个客人来了 两年我没有看过他 因为他说我去大陆公主 他你知道 因为我做一个泡菜 那个是秘密的 你会做泡菜 对 我台式的泡菜 然后他知道那个是秘密的 然后他有一次是我不在 那天下午我不在 他第二次来 然后来的时候 那个泡菜拿出来吃 我说哎呀 那是秘密的 哎呀拿出来 我真的不会拿去 随便拿出来那个 所以你说朋友 很努力 外国人也很喜欢朋友 我们是 heart is open 你 你 always welcome 我建议所有客人 将来到你的店 要那个私房菜 那个私房菜 那个私房菜有啊 可是煮菜的 你为什么不拿出来呢 我觉得真的 因为台湾人 要敢讲 然后我们不要那么在乎 我们讲的什么 语言 还有你的音调 真的不重要 因为语言就是 我们拿来用过头 不是拿来用表演 拿来用 你是最好的人 也不是 你来了 其实我原本想到了 你是七年 你是十二年 十二 你可能 二十多年 你们的中国怎么学那么好 你们觉得台湾人 你觉得那个国家 你是一个台湾人 你觉得那个国家 你是一个台湾人 我们台湾人 对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说话 我要问你们 等一下 台湾人自己要爱台湾人 每一个地方有好坏 对 对 我们不要一直感到坏 我们就要感到好 所以我们今天跟你们录的节目 大概每个礼拜 我们都要重播 继续 你会想到我 其实我居然想到了 你是七年 你是十二年 十二年 你可能 二十四多年 你们的中国怎么学那么好 如果 如果我相信 不要骗我 不要 真的 如果我今天 去你的国家 学西班牙语才七年 我觉得不可能 OK 可是 如果你的梦想 如果你 对我 我的梦想是 玩音乐 然后我以前有一个工作 我不太 我不太 我不太吸引我有那个房间的工作 可是 表演可能 流行音乐 艺人 或是我玩我自己的音乐是 我的梦想的梦想 OK 你 我需要做什么 OK 需要讲 沟通 所以我会 你一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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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这样子 你一定会 因为有一个 不是因为语言 是 语言是一个工具 有别的事情 因为你后面有一个 你又有一个动力在那边 对啊 那就是爱 对 我要问他 所以 我呢 我是 自己真的很喜欢学语言 因为我们 菲律宾本来就是有双语言 然后还有别的语言 在我们的国家 像西班牙文 所以来这里 我自己觉得 语言是不能拿掉的 你学到一个语言 就是代表你以后可以做 可以用 有一个问题 好 台湾有人主张 可以多引进菲律宾人 来教台湾人说英文 你站不站着 我觉得好棒 好棒 对 真的 对 我们这么近 而且菲律宾的英语人才那么多 yes 而且不是 因为我们要评的 不是发音 或者可能印第 我们要评的是 我们的奴隶 心教小孩 因为我们就是被这样教 其实我英文 也没有去国外学的 都是在我们家 你加强菲律宾哪里学的 那自己要加强你的音调 都OK 可是我有不同的 好假 我觉得 因为我需要 我在住 第一个 我来这边 对 我来这边 我要住这边 我要这边生活 这个我们有一个笑话 就是说 一个 我改到台湾人好了 不是 这个是笑话而已 台湾人去日本 会来 人家说 你去日本有没有问题 他说我没有问题 日本人有问题 跟我们不能过通 就是这个问题 先生我来这边 尊重 对嘛 我来这边 那是我的问题 还是台湾人的问题 当然是我的问题 对啊 所以你要解决 对 我要解决 我怎么解决 我不能说 我时间到了 我太老了 我不能 脑袋没有空 我觉得你 非常重要 如果你来一个国家 工作什么 那个国家给你指挥 你需要尊重 那个地方 所以你一定要 讲那个地方的语言 所以你们最棒的就是 你们 是一群 绝不complain 的外国人 我叫我儿子 你们可以在那边做一切 你看看 问我们问题吗 就是台湾人要加强什么 就是要敢讲 不是 我们不敢讲 我们也学不会中文 小的时候我叫我儿子学英文 我还藉着压力 跟他讲英文 他不回答中文 我说为什么 你要回答我中文 他说我不需要 OK 但是他小的时候 他现在长大了 他好像去年年底去 考那个Toffel 考Casana 他英文现在比我好 为什么 他自己说我需要 我一定回去学 他问我一句话 你来台湾会讲中文吗 我会啊 对 所以你为什么现在会 就是我需要 你饿的时候 你会去找吃 你客的时候 会去找水 你身体臭 你会找洗澡 你现在其实还有一个角色 你是推动一种 新的一种柔道的运动 这叫克拉薯 克拉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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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项目是乌子北克出来的 跟柔道很像 可是又当然是规矩不一样 这个是我在我代台 你现在台湾有这个队伍 有有有 我们今天我刚才看到FB 2020的亚运 我们项目在里面 台湾人学这个中亚的东西可以吗 我体力好 动作好 脑袋都很清楚 可是有一个就是 问题在那边 机会出去 太少了 我从来没有问问题 你们觉得台湾人 你觉得这个国家 你是一个台湾人 我们台湾人 对啊 等一下 我要说话 我要问你们 等一下 说说说说 我真的要说这个大哥 因为我的老公 我的先生 他就跟我说 其实我好爱台湾的东西 我的包包都是用台湾的FORMOSA 我的鞋子要买不是品牌 一定是made in 台湾 没有 那个没有华奖 台湾的资料 还有还有 等一下 然后全部都是一定是made in 台湾 可是我的先生他说 对齁 可能我们台湾人自己要爱台湾的东西 今天听你们叙述完了 就是我们是friendly 我们是和平的 我们也intelligent OK 所以台湾人是 学什么都可以 包括可以让一个老外 来台湾开牛肉面店 开这么好 对不对 因为大部分的customer 都是台湾人嘛 显然他们 80%就是台湾人 好 所以你们的下一步 在台湾未来要怎么发展 你确定会永远留在这边了吗 太太将来会不会走 不会 我等一下 我要 OK 对 因为我跟你讲 我知道了 请讲 你说2015 2015年 他们 我爸爸来这里 然后他真的不知道台湾是什么样 他都不知道 这个国家那个development 是超厉害 那么好 所以 我觉得 在西方 我们大家需要 学习 学习 学习你们的方向 对 对 对 我觉得台湾人 一直一直 有一些 有很多东西需要进步 对吗 对 可是不要忘了什么东西是好 因为 如果你忘了什么东西是好 你可能觉得你才 你才 调整 他讲的意思 应该 应该 应该要讲 每一个地方有好坏 对 对 我们不要一直看到坏 我们就要看到好 才会坏变好 什么地方都一样 所以我们 我们也是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今天 跟你们录的节目 大概每个礼拜 我们都要重播一次 要重播一次 对 对 对 我们要做什么 所以你为台湾 要继续去发展 你呢 下一步呢 2020的亚裕 没有下一步 我一直下去 所以更大的事业 对 这个是要看机会 所以呢 我呢 就是真的 我希望台湾朋友们 真的 多给时间 给菲律宾人 那现在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 this year 从2017年 已经 夜来夜都 菲律宾一样有 go out from comfort zone so 我现在都在 当一个YouTuber 在Filtai Hello Filtai在YouTube 因为这个 会让我更有大机会 分享 不是只有我个人 把我们台湾朋友们 看到不一样的 菲律宾角色 不是只有 菲律宾还有其他 东南亚国家的 我每个礼拜 去菲律宾的 gracery 去卖菲律宾的东西 我很好吃 我在台北 我自己要的 有一个商量 这意思是说 你有没有每个礼拜都去吃 他一碗牛肉面 是这样子 回报 我要做生意 好不好 谢谢三位 好不好 希望下次 即使你不来 牛肉面也给我们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不好 你也吃完了 有有有 太棒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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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